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吃过这种椒盐菜花呢 今天我跟你说做的这个椒盐菜花不仅吃起来干干的 而且它那个外皮干干的里面却是水水嫩嫩脆脆的 特别的给力 那么马上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中国朋友大师饼大厨 教我们做这道菜 欢迎你饼饼饼大厨 同时呢这个菜花里还是有很多营养的 有什么样的营养呢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也要见看老师顾平顾老师 帮我们一一的来分解欢迎你 你好 大家好 又说起这个菜花了 菜花在我们节目中多次露脸 而且每次带来的菜呢都不一样 这次做椒盐菜花 咱现在开始好不好 好 来 现在开始 椒盐菜花用到的主料有菜花 鸡蛋 不过我在想这菜花怎么挑啊 这个挑的时候呢 也是就要不要有这个表面有斑狠 有麻点 感觉画的就像这个潮湿的一样 它这样你表面的看之后呢 这表面不多的话 均匀 跟过来的话呢它就会有很多 就是说表面有点 它根部可能就更多一大块 而且在买的时候呢就选一个紧一点 紧的 紧一点的口感呢刺起来特别的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正式的来给它清洗吧 这是一个洗过的 这个是洗过的 好 这边我们的饼大厨呢 给大家好这么切开 直接就切开了 直接切开了 我平常呢做菜花的时候 我感觉很困难 然后用剪刀剪了 因为你一切的时候 你发现你把那个花瓣都切碎了 对 都切碎了 给你这个花的这个这个纹路呢 把它一点点来去掉它 这个切的时候呢 就切这个根 根给切开 到了下面的时候呢 用刀来掰它 一变就行了 一掰一掰 其实它这个花是一朵一朵的 对 就是一朵一朵 其实这个这个根呢 嗯 也行 炒一炒 炒的时候或者 烟盘可都很好 因为它非常的脆 对 跟那个西兰花根一样 对 唯一一点呢 就是要把这个外面的这个硬皮呢 稍微给它去 过这个这个一般问题不大 这个还比较嫩的 它比这个西兰花根呢 还有嫩一些 在家里 你切一个这个 这个有几个香菜根 带点来个葱头 对 在明天你腌一下之后呢 你明天早上的小菜 就是很好吃了 太根香 配一个小戏饭之类的 好 这边呢 我们把这个清洗过 然后呢 饼大厨啊 给大家切好的菜花放在一边 这个菜花是要炸的 要炸的 炸的之前 我们要给它先腌一下吗 稍微加一点 加一点盐就行 因为这个呢 它不容易吃味 它会这个 盐会在外面 这样先稍微腌一下 好 然后再调一个糊 调一个糊 炸它的时候也要加糊的 对 放鸡蛋糊 糊的话呢 这个菜花就是像 刚才像大嫂说的 它可以炸干 就是里面外面都干了 炸干之后呢 因为这个菜花又比较厚 而且它的空隙又大 你炸不好的话 它会往里吃油 那就跟我们做那种 比如说炸粒黄差不多 你得现在穿一件保护衣 对 然后再炸出来 可能就比较好了 不是那种干扁的感觉 这是家的淀粉 淀粉量 其实就是它们家调出来的 调去这个 这个糊呢 不要太厚 也不要太稀了 行 这个糊弄好了之后呢 就是把这个 再把它放进去 把这个碗里放进去 家人如果你在家里 掌握不住的时候 就炸了把它放上去 对 但加一点的话呢 你就这个糊厚了之后 你就还是给这个 还是吃那个 对对对 菜花这个本位就不干 那这个糊薄的话呢 油温下的时候要高一点 把它给定住了 好 好嘞 接下来这个时间 我们把锅中的油准备好 那我想问一下 饼大厨 咱今天要是炸这个 椒盐的菜花 大概这个油温在什么程度 油温要在七成 七成热 那就是说算已经高油温了吧 高油温 对 那等油温热起来 我们就把菜花放进去 然后自拉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时间 我倒很好奇 你看这个菜花 算是种很有营养的食物 没错 最近一些年特别流行 这里有什么样的营养 郭老师 西方人呢 把它叫做天赐的良药 也就是说 上天给的 穷人的医生 吃这个菜花呢 它能够比较细软 好消化 比如说像一些人 遇到消化不良的毛病啊 或者是呢 嗓子突然哑了 其实吃了菜花以后呢 就能好 其实呢 在中英上来讲 它就比较补肺 就是菜花补肺 另外呢 它现在有一种东西 我们叫肋黄桐 它可以降低女性的 雌激素水平 对 听说过 女性呢 一般雌激素水平高了 就会导致乳腺癌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像女性呢 我们都要鼓励她 多吃点菜花 女性朋友多吃菜花 可以预防乳腺癌的 那么不仅仅是预防乳腺癌 对一些其他的癌症 这个菜花也有防作用 就是说她能够抗癌 对 西方世界有一个西兰花 是不是 对 可是我在想说 这个西兰花菜花 它们算是一个感觉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家族的 对 一个家族的菜 只不过西兰花呢 里面的beta红萝卜素的含量 比较高 所以它把菜花染成了那种绿色 绿的 对 绿的颜色 另外呢 现在西兰花呢 它的钙含量也比菜花要高一些 怪不得它贵一点 对对 所以它贵一些 那么它的产量 可能也不如咱们本地产的菜花高 一般这个西花是喜欢菜花 对 喜欢西兰花 西兰花多一点 对 比较多一些 好了 这边呢 油温已经上来了 七成热 我们就把这个菜花换上去 开始炸了 我倒觉得炸这道菜 我们控制火会 也挺关键的吧 对 是那个刚才说 七八层热的热油 热油 那我们怎么来看它 是否炸的成熟 这个 一般这个菜花呢 它熟理它比较快 因为一般这个没有测水 嗯 这个 外面掉下行之后呢 再捞出来 再复炸一下就可以了 我能看到表面 表面一层很有关系 有点像 夹里脊之类的 像里脊肉一样的 它是薄薄的一层 这个糊 但是效果很好 因为这个糊呢 就是主要是把这个菜花给烘住 就不让它吸这么多油 就是 那等它什么程度 咱们从锅中把它取出来 这就可以了 这就行了 这就表面一点点略带金黄色就行了 你看它就浮起来了 浮起来就可以了 浮起来 我倒觉得其实这个方法 你炸个别的蔬菜也成 对 因为这个方法呢 你炸这个 炸香 炸香菇 这个包括炸这个 一些那个带叶的菜 芹菜叶了 或者是叶山菜了 这个都可以 都是挂叶 叶山菜 就是就是 把它挂成这个糊 这个糊是薄糊 我们看起来很薄 但你看炸完之后发现 表面好像还有一些很多的 对对对 它整个都已经把这个 菜花也包住了 那好 那我觉得这个时间 再复杂一遍 再复杂一遍 回一下 外面酥 回一下呢 就要这个 它就 味儿霉的 酥酥的感觉 外面酥里面嫩 一顿复杂 复杂这个油温就要 就要高了 高到八九层上 好 这时间我们还要再复杂一下 再复杂一下 油温已经很高了 好 一瞅就可以了 好 就这么轻轻放锅中 以激发它 成了 现在锅里这个油就可以 哦 不放油了 这是放点蒜 和葱 姜 姜 这个辣椒沫 好 一点辣椒沫就成了 你看你的菜花这么白的碳 去一点这种粉红的小辣椒 真的非常好看 就是就是 稍微喷一下料酒 好 料酒 这个时候放料酒 主要是目的是什么 一般做肉菜才放料酒 这个料酒呢 就是用这个 出这个锅器 锅器 就像这个葱和姜 蒜 这个香味 跟这个料酒搭配在一起 哦 配合着 然后您又来这个椒盐了 对椒盐 好 这盐撒里面 我以为你要蘸 像炸毛骨一样 要蘸着它来吃 是是 炒出来的 这样好像更均匀一些 就是 咱们自己蘸的时候 往往就蘸不均匀 再少一点香油 动一下这个香味 来点香油 酸酸香味 好了 这道菜我觉得干香干香的 还出了点锅器的感觉 因为有料酒嘛 好 这就可以了 好了 这就可以了 椒盐的菜花 哎呦 别说 这个一出锅就能闻到椒盐的味道 我就既然这种味道 因为这个油啊 或者用热量 那么一激发它 花椒味更浓 对 就是刚才那个原来的 咱们干蘸的时候 低温蘸的时候 味道不一样 就是它会更香吧 更浓郁 好吧 咱们一起趁热 赶快尝一尝 今天饼大厨一番努力 才创造出来的这个椒盐彩花 来来来 尝一尝 好吃 真的是 你乍一看是里脊肉 但你吃在酒中的时候 真的感觉到 还是有那种热蔬菜的感觉 有点像烤的蔬菜 微微发软 但是呢 它还能保持一点脆挺 关键是一点 外面这层护好 真的很酥 养海里面就是面面的 非常香 关键是有个干净干的香味 这就像炒出这种锅器来 是有技巧的平台 炒锅器呢 必须在这个 这个锅门要高的时候 锅门高 很久 它会把它站在 或者站在原料上 或者站在调料上 它这个味道 它就多一样 过去学会了 在家里面这道菜 只能轻轻搞定了 好了 那么今天呢 这只是第一道 北大厨给你送上的美味 接下来要做和蔓咯 和蔓可是一种 很棒的食材 有营养 没错 是不是 做起来肉还好吃 对 那么和蔓做起来 也是有难度的 稍后 北大厨教你来做 好吃的和蔓 健康生活 清凉一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健康新生带 为您下日量身打造的 下日特辑 教你做清凉的爽口菜 而且呢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 那里大嘴呢 会在节目中 给您邀请来一位大厨 教你做天南海北 而且是世界各个 不同地方的这个爽口菜 准保护 让你在这个季节 吃到这些美味之后 那种气息量从心里面发出来 赶快 今天让我们邀请 今天为您请来的大厨 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大厨 欢迎你张大厨 谢谢 张大厨呢 来自宝岛台湾 而且呢 今天带来这道菜呢 是一道土豆沙拉 那一般啊 设计这个土豆沙拉 一般我们都是在这个 西餐厅中吃那个土豆 那个土豆泥 是吧 或者是在日本料理店里面 吃那个 加点黄花丁拌的那种 对 很好吃 今天您做这道 适合海鲜配 而且日本风格 什么名字 先加土豆蒸味 蒸味在日本料理中 就代表了开胃菜的意思 是不是 对 前菜的意思 前菜 那好 今天大厨呢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土豆 包括虾 对 今天用的土豆 是有点特别的吧 就是您加工过了 对 我是把土豆整颗 有没有 整颗 保鲜膜包着 包着 微波炉打 你的意思是说 把它先用微波炉烤熟 对 然后再剥皮剥掉 白水煮不好吗 白水煮它的水分会比较多 你的意思是说 用微波炉要用 微波炉这种 从中间加热 然后把水分烤干的 这个方法 松松的 不过干松 干松的感觉 大家一般不太喜欢 微波炉烤这种蔬菜类的 你也喜欢 因为你不想做这道菜 水分要没有 要烹一点 松松的 对 没错 那你这边切的是丁 还是这是丁 半丁 半泥 半沫 就是说 这里面能够看到一些颗粒 你在吃这道菜的时候 还能咬到 那种土豆的实在的感觉 其实说起 这个日本料理中 我们吃的很多虾 也是生的 因为吃日料 我们喜欢吃那种 新鲜的鱼生的那种味道 大叔跟我们说说 一般什么虾能够生吃 像牡丹虾那一种 甜虾那一种 牡丹虾或者是 甜虾 甜虾 对甜虾 可以生吃 它有叫生吃的 像这种虾子是在 差不多A级的左右 这是A级的 适合做生菜的 那我们说的那种 牡丹虾它属于什么级 像我们厨房那样 是AA级的 AA级就是说双A级的那种 虾肺会分很多等级吗 有 虾子有分很多等级的 那比如呢 像我们这种 可以做沙拉的吃 算A级 这算A级的 就是说 已经很上乘的沙拉的虾 然后再往上去就是 AA级就可以生吃等 生鸡等 那一般的话 AA级的只有牡丹虾 甜虾 别的就没有了吗 就是大部分就是 这两个虾子 就这两种虾 对 像是我们日本料理 大部分都是这两种虾子 在做生吃比较多 他们之所以能够被选成 做生吃是有理由吗 我个人觉得是说 它的口感跟它的味道 是非常的甜 然后口感是很脆的 就是吃那个鱼生 刺身之类的 吃虾的时候 一到吃出甜度来 这样才能体会到真正的鲜 好 这边把我们这颗虾 已经完整的抛开 你要把土豆放进去填好 对 这种方法是日本常用的吗 做一些正味 手工的一些 做正味 是这样子 如果说你要把土豆泥调味道 也可以 也可以调的 对 好 把这个大勺的土豆泥 填到虾的中间 对 然后 接下来就是一个加工的过程了 你用保鲜袋要怎样 把它打 用成圆圆的 就像做饭团一样 你要给它弄成一个圆圆的 就是说 它这个虾就像是铺在一个饭团上一样 然后铺在土豆泥的上面去 对 这个方法有点像做寿司 这不是寿司底部是大米 这边的底部是土豆 那形状可以随你变 就是说你用手来接什么形状都是可以的 对 然后把它放在盘子上 咱这个虾就是白水这么一煮 煮到最鲜的感觉就好 好 这底部用的什么酱呢 蓝莓酱 做招式 对 好 一点点蓝莓酱 我觉得吃的味道更多的是原味 因为虾呢 主要的味道 其实就蘸一点点蓝莓酱就行了 好 一片小叶子摆在上面 好了 看到这样一道菜的时候 你肯定会觉得这很精致 你在家里面做不可能做这么一小团的 你会做好多团 做好几个 但也不能做太多 否则的话吃不下别的东西了 我觉得夏天的时候 你开餐试试日本风格吧 日本管的一个餐前的小菜叫真味 今天带来的是鲜虾土豆真味 你喜欢吗 我觉得挺好吃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时时刻刻给你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 我是大嘴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大厨烹小菜 给你起来的大厨和养老师 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饼大厨 以及顾老师 再次用掌声 欢迎二位 刚才做的是菜花 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我个人是觉得太美味了 太棒了 这个菜花我都不知道能这样做 这个环节给你起来都是重量级的大厨 做的菜呢 虽然是平常的家常小菜 但是那个味道真的让人觉得 这种味道 其实我在家里面练上一年两年也练不出来的 从来没吃过的 需要练三年 没错 开玩笑了 那么这边大厨做的第二道菜是做河曼 对 河曼 这个是蒜子烧的河曼 蒜子烧河曼 是一个非常浓味的 浓汁的感觉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鳗鱼的吃法 好了 现在教你做蒜子烧河曼 蒜子烧河曼用到的主料有 河曼 大蒜 五花肉 葱姜蒜 好嘞 那么我觉得这个河曼的挑选应该很关键 对 像河曼一般都是活的 肯定要活的 这个硬是活的 因为这个河曼死了之后呢 嗯 它就很难再入菜了 就是 因为它这个 它那个土腥味非常的重 它不同一般的普通的河鱼 就是 它这个死过之后呢 它这个腥味非常重 而且因为它这个粘液呢 它太多了 是吧 这个挑选活的时候呢 一定要这个 不要有些现在觉得这个尤其是淡水鱼 它身上一斑点 嗯 是烂过的 斑 就那种鱼呢 你看它是活的 但是实际它就跟那个鱼是一样的 哦 有可能这个长斑的这一块呢 或者是长的 已经出现病化了 这块鱼露肯定是不新鲜 就不能吃了 那种吧 它就身上的皮肤不好 就是 它其实里面也腐烂了 对对对对 那好 那么选择一条好的鱼很关键 清洗呢 也是有方法的 你看这条完整的鱼 我们看起来表面上 就是两个刀口 对 这两个刀口呢 就是这个两头切断之后 它从它的这个肠子和这个 脖子下面去 切开之后呢 把这个鱼肉绞出来 哎 就是 这个如果你要做这个 蒸的或者炖的呢 你要把这个粘液划取 彻底给它用钢丝球 它这个用烧的话呢 这个可以变化 你在这个洗的过程中呢 已经没有这个 粘液已经脱去了 对对对对 这个是还没有完全烫去 现在很高 因为在这个菜呢 要做的时候要过油 过油的话 就把这个粘液留住 好 因为这个粘液 它也这个 有营养 有营养 对 粘液呢 它这都叫粘液蛋白 所以刚才我们李大师也说了 如果要是死了 就不能吃 因为这个粘液蛋白 太容易腐烂变质了 所以我们最好呢 就是吃新鲜的鰂鱼 它活着 而且表面非常光滑的 这边我注意到 饼拉厨呢 是斜着切成片的 但是呢 它可能胆固醇啊 和脂肪要比咱们海里的 那个要高一些 稍微高一些 所以胆固醇高的人 我们一次白吃太多 不吃太多呢 就没有问题了 没错 可是一次吃这么几块 也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 不要都害怕 什么也不敢吃了 但它也算是 比较肥厚的一种鱼了 对对对 加的是淀粉 加的是甜点淀粉 这个加淀粉主要是要怎么样 因为要过来比较炸它 可炸它怎么不上户呢 因为它还要烧 因为这个炸 一般这个炸过之后 再烧的鱼了 要上一份薄薄薄的 这样它烧起来呢 它这个汤质不会太黏 如果你挂厚的话 再烧也失去 因为有面 然后加水就不行了 就变成那种水盒 这也是一个方法 这种炸它呢 主要是 还是要让鱼内部的一些 这个咸味 给它封住 其实就是封住 因为这个荷蔓它很鲜 里面的我们叫氨基酸比较多 就水溶性的氨基酸 所以在做的时候 它就会让咱们吃起来味道很鲜美 可是我在想说 你这样封住就好了 你说氨基酸丰富 可是海蜜是不是更丰富 因为海蜜更鲜呢 对对对 海蜜会更丰富一些 比咱们的荷蔓要更丰富 海蜜和荷蔓在营养上没有区别 营养上最大的差别就是胆固醇和脂肪的含量 其他的营养它们都是几乎相似的 但是海里的鳗云的营养呢 现在认为更好的一点呢 就是它因为长在这个深海里 所以它有一种鱼油 就是我们说的脑黄筋 脑黄筋 一匹和一瓶 这两种鱼油呢 可以帮我们降血脂 降胆固醇 帮助我们小孩子的视网膜发育啊 防止老年痴呆症啊 是非常好的 还有我们要炸五花肉呢 五花肉炸一下 因为和它一起 对 那一会儿反正也要消 为什么要把五花肉炸呢 因为如果在煸炒的话呢 这个五花肉本身油水大 这个鱼呢 它本身油大 这个油也挺大的 这样它就会吃起来太腻 太腻了 所以我们只要五花肉的香味 不要它的油味 对 不要它那个油脂那么多 就是就是 把它去除一下 炸一下 这样子还能炸得更香 咬起来就会好 对对 就加这个肉呢 主要是为了封锁它的口感 就是如果家里面做这个菜呢 你也可以不用加 不加也是 直接去烧鱿鲜 直接去烧就可以了 这是一些那个大蒜 蒜子也要炸嘛 蒜子炸它之后会有出来不一样的味道吗 它有这个香味 因为如果你只有单纯用蒜来烧这个菜呢 这个就是那种蒜的香味 它就是这个蒜的那种鲜辣 清辣 但是炸过之后呢 你再烧这个菜这个蒜的 特别炸过的那种香味 融合到这个蒜之后呢 好的 那种味道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 而且像是熟的蒜啊 它那个那个味道 那个口感 炸过 挺贵的味道 他就是这个香 像我们吃酸飞机啊 或者是什么里面那种蒜籽 这边炸它的什么程度 我觉得 这个现在主要的是炸蒜了 就是要把蒜的外面炸到这个 炸黄 好像可以看一只 有点黄 蒜子包括我们的五花肉都炸的差不多了 放在我们今天要这个一边来备用 接下来我们要炸这个荷蔓 荷蔓呢 它这个油温的要求就是有一定了 对这个也是这个气成肉 这个呢主要是炸一下 可以炸香了 对 也不用把它炸熟了 就是炸香它 然后定点香 因为还有再烧嘛 再烧 就增加这个香 油温上来了 这时候荷蔓呢 就要一片片的给它放进去进行炸了 我就炸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 不能给它炸太干了 对 怎么来控制这个时间以及它炸的程度呢 就是外皮这个硬了一程 外皮要硬的 好 哎 油温真的上来了 这个油啊 这个滋啦滋啦的这个烹着我们的鰂鱼 听起来都挺热闹的 好 这就成了 一炸之后鰂鱼真够香的 好 好了 这时候呢 再选择另外的一个小锅 开始正式的蒜子烧盒吧 来一点油 这时候油就不用太多了吗 不用太多了 嗯 这时候把醋上蒜放在里面去 这样子来回的干扁一下它 我倒觉得其实这道菜这个过程就不太难了 这时候主要是掌握 烧时候它的这个火力的控制 对 蒜药就很简单了 嗯 好 五花肉的 五花肉还有大蒜放进去 嗯 这样这个过程就是把那些食材 熟的食材放进去煮一煮就行了 嗯 这时候我们要加一点这个小的其他的调味料 对 像前调料了 好 哇 炸过的鳗鱼看起来现在就已经很勾人食欲了 好 淋上一点这是料酒 对 对 炸点料 这个蚝油 蚝油 这个蚝油的量可以多一点 好 两勺的蚝油 对 这道菜看来真的是浓汁 对 对 我觉得吃鳗鱼一定要浓汁这样很好 对 就是觉得锅中不管有多么的嘈杂多么的炒 但是它每次都是气凌生贤的 很气凌生贤的 气凌生贤 就是加点糖 加糖 那锅中已经很热闹了 他觉得这是正常状态 好 就是加汤了 这时候开始正式的烧 对 这时候烧的汁啊我觉得用的很少的你 对 是吗 那烧它这时候应该怎么来控制火力呢 就是一直用大火一下 一直大火 烧几分钟 烧15分钟 15分钟不算久 盖上盖子 这时候用大火烧了15分钟 就能把里面的蒜子五花肉呢 还有这个鳗鱼烧透了 这样子它们三个的味道才能完美的中和 这时候烧的汁啊 这时候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的蒜子烧麦鱼差不多了 给它拿出来 哦 烧的真是够好的 那个汁超浓 嗯 而且这个颜色是那种特别有食欲的红样子 就是就是 很棒的感觉 那我们就赶快出锅 加点这个香葱和葱对 好 锅中这个汁啊 我觉得淋到米饭上太棒了 对 难怪日本人那个麦鱼炒饭这么好吃 就是麦鱼饭那么棒了 哎呦 来赶快 那我们一起享受一下它 来尝一尝尝一尝 尝一尝 给烫了啊 哦 很有气氛呢 哇 吃这道菜之前 你就会觉得很兴奋 因为它这个锅中 一直在跟你有呼应 它好像是在有一种口号 呼唤你来品尝它一样 嗯 一直自自拉拉的 麦鱼的肉特别的嫩 特别的绵绵的 软软的 滑滑的 是 那个汁啊 从里到外都有的 别以为麦鱼呢 只是在表面有的那种浓汁 就是浓不到里面去 如果你烧得好 里面也能感觉到那个汁 这道菜 你不会忽视任何一个里面的小料 哪怕是香菜短 你都想拿回去 吃吃尝尝看 嗯 我觉得比日本的这个烤麦鱼 还要有滋味 那个还腥 就一点腥味都没有 就是 真的好吃 真的没有没有 今天我们做的这道菜呢 是比日本大厨 这种非常棒的一道精简搭配 蒜子配的是麦鱼 但是它整个烧的火 是最关键的 希望您在家里面试试 今天就给日本大厨 带了这么好吃的菜 谢谢您 也谢谢郭老师 细心的讲解 谢谢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大紫维 我们下期的大猪朋友菜 不信不撒罗 拜拜